过了五十岁 你还在这样过生日吗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人的福报寿命是由往昔所造的善二业所决定 是有定数的 如了凡四讯中所述 元了凡被算是算定其实 零米九十一但五斗时当初供 元了凡由此更加相信 进退有命,此数有时 元了凡后来遇到云谷残屍的点化 才知前命有定但业有心照,心可转业 后面则掌握在自己手中 前身所造业力,所产生的福寿的业果 也会因今生或善或二的行为的因缘发生变数 如同我们前身往英国银行中存下了存款 我们今生的受用都是在从自己的户头上取款而来 如果今生不仅不行善法 还照做二业 放纵自己的贪嗔吃而耗损自己的福报 就如同不仅不合理理财 赚取新的财富存入 让存款有所增加 反而大肆挥霍 透支信用 借高利贷一般 再有钱的富豪也会成为穷光蛋 甚至被人逼命追债 再有福寿的人也会福尽而亡 或引来意外的灾祸 而老人这个群体 因为本身今生的福报存款已经消耗了大半 若再由于某种大量损服的事情 而引发寿命提前终结的现象 就常有所闻 比如给老人办寿宴 世间这种寿宴 多是鸡鸭鱼肉 海鲜生猛 杀生无数 不如此 似乎不能显出子孙的孝顺 然而 杀生就是令众生恐惧 眷属分离 失去生命 直接对应的当生的花报 就是折福折寿 遭遇恨祸 恐惧难安 家人分离 多病短命 来生的果报更是堕落三途 长劫受苦 常听有百岁老人被迫参加寿宴后 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的新闻 在很多地方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是不能给老人大操大半的做手 例如放鞭炮 或者包一个大酒店摆宴席之类的 因为这样子做 老人很快就会去世 在我身边就有无数真实的案例 验证了这一说法 我老家有个百岁老人 身体一直很硬朗 那么大年纪了 头脑清晰 思维正常 还能勉强干一些简单的活 听长辈说 老人的事迹似乎还被地方台报导过 但是老人一直非常低调 连一百岁生日都不做 后来一百多岁的时候 村委会终于忍不住了 觉得老人太低调 长寿不是好事吗 为何不庆祝一下呢 几个村干部就去游说老人家 提出 由村里出钱 为老人做寿的想法 老人死活不肯 但是村干部非常坚持 必须要为老人做寿 结果 老人被迫过了个生日 场面特别热闹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老人就往生了 一个没有大善大恶的普通百姓 命里的东西是有定数的 甚至你吃一粒米喝一口水 都是你命里有的 一个风除残年的老者 本身命中福报就剩不太多了 如果再加上平时不懂行善积德 那就是活一天消耗一点福报 而大超大半搞九席 九席又是专为老人而办的 那么就是消耗老人命里的福报啊 大家想想 一个百岁老人命中所剩的福报 能承担得起请全村人吃饭吗 而且请全村人吃饭 这可要杀多少生啊 南怀景童年时 家里遭遇一件大事 南老师刻骨铭心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事的教训 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 那一年大约十一岁 寒假回家过年 过阴历年 农村里都是热热闹闹 一般从初一到十五登节 走亲访友大宴宾客 加上这一年 正是他祖母的六四大寿 凑在一桌 南家更是热闹非凡 天天洗开十几桌 父亲在乡里本来人缘不错 来煮寿的 乘饭的特别多 这样闹到正月十五 有一天 南怀景一觉醒来 突然想到同学家住 当天晚上 居然有一伙海盗 洗劫了南怀景的家 南怀景的家是一间商店 卖米布杂货 就像当时镇上的一般商店一样 前店后屋 海盗打门敲门的时候 他的父亲被惊醒 知道情况不妙 顾不得妻子 光着脚从后门跑了 等海盗敲开门进来时 他母亲在惊恐之中 还能集中身指 拽下戒指耳环 拱手交给强盗 说 主人都跑掉了 我是他家的佣人 南老师的母亲 平素不爱打扮 穿衣服不大讲究 海盗看他这副样子 不像是老板娘 就放过他了 只是把店里能抢走的东西 席卷一空 等到他父亲带领一群 盐兵赶道时 那火强盗早已扬长而去了 这是南怀景记忆中 家庭经历的一件大事 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 但财产损失惨重 南老师说 他那天如果不离家进城 很可能会被海盗绑票 也许早就没命了 几十年后 南怀景从这个偶然事件上 引出了一个人生哲理 他说 如果不大事超办祖母的六十大寿 可能不会招来海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亲眼作手 拿佛学的道理来讲 一个人在福报很好的情况下 不要把福报都用完了 南怀景的意思是 一个人在有钱有事 有权的情况下 不要张扬 不要忘乎所以 不要得意忘形 南怀景一辈子的为人 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哪怕在他生命鼎盛的时候 都是那么冷静 低姿态 见过听过 过完大寿就死的人 实在太多了 因为人的年纪大了 本来就没剩多少福气了 你再给他杀生害命 更折了他的福 想想 一场宴席下来 他要背上几百条命的债 要折掉多少的福气 那只会让他走得更快 所以不管是老人 小孩 甚至是死人 我们如果真为家人好 千万不要以他们的名义 去害他们 例如 小孩的出生久 满月久 能不办 折不办 或者摆素席 多好 大人的婚礼 得的是几万元的礼金 失去的是几年或十几年的寿命和福气 老人的寿宴 本来福报就剩不多了 别折腾了 孝子就应该摆素席 放生不失 增加老人福报 病中的人更不要杀生给他进补 或半酒席冲洗 未顽固的人更不应杀生增加他的罪孽 大的开始 福报有限 寿命有数 犹如银行存款 老人寿宴和孩子生日宴 均杀生损福 从修路中写道 人生 衣食 财路 皆有定数 若减约不贪可得严寿 奢侈过求 受尽责中 必如有钱一千 日用一百 则可十日 日用五十 便可二十日 若重 自奢侈 一千之数 一日用尽矣 或难之曰 事亦有连减而命处 贪此而受藏者 何故 曰 贪此而受 当生之数多也 若更连减 必欲受矣 连减而处 当生之数少也 若更贪此 必欲处矣 人的福报有限 寿命有数 如同本来存款是 七十年期 定存十万 若七十年中 只用了五万 则账户中 还有五万 可以再败延期 能节俭用度 不贪者 谨慎言行 多行善法 就可以延长寿命 如果奢侈浪费 放纵自己的欲望 过分的奢求 和享乐 常行二法 福报耗尽了 就如七十年 十万存款 再五十年用光 就要提前 归零 销户一样 寿命也提前 走向终结 一夕彭 错 刊部 曾开示 按照 瑜伽师 地论 所讲 人的寿命 除了正常使用 穷尽而死之外 还有 福尽而死 以及过多过少的饮食 吃不适宜的食物 作息时间没有规律 非时非量 做不进行 等种种因素 比如以前有个 富人家生的孩子 请算命先生 给孩子算命 说他一生的命运 非常好 到孩子满月时 富人请客 大白酒席 杀了很多生 结果 这个孩子活到 两岁半就死了 富人埋怨 算命先生 算得不准 后来遇到有高僧 告诉他 真正原因 折服太深 扶尽而死 索达吉看部也开示 很多人喜欢 给小孩或老人 做寿 大半酒席 殊不知 这样做 非常折损福报 很可能老人 本来可以活十年 这一铺张 只能活五年 况且做寿时 一般都要杀身 这些命债 都要本人来承担 如果亲人死的时候 杀身吃喝 则是直接把 亡人往二道火坑里推 若不搞寿宴杀身 因如何正确 孝敬老人 让老人多福都寿呢 孝有大孝 中孝和小孝之分 小孝者 以世间福报 孝父母 让父母安乐 中孝者 以利益重心 孝国家 让父母荣耀 大孝者 开始以佛法解脱之道 让父母得到 初世间的 就近自在解脱 另外 想让父母长寿 我们可以 以他们的名义 常行放生之善 佛陀告诉我们 众生皆曾做过 我们多生多世的父母 我们放生 令众生延续 肉身生命和 长养慧命 就不仅是报 这一世父母的恩德 更是在报 多生多世父母的恩德 我们也可以 以他们的名义 带他们供养三宝 祝见佛像佛堂 祝印佛经 想让父母 无量寿 无量福 无量财 无量安乐 最简单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劝他们念佛 以上种种祝寿方法 才是真正利益 父母的方法 当然 身为子女的我们 也可以 使用相同方式 祝贺自己 以天福添寿 そうですね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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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 歹 正在 信石 那 命 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